来世 杀我 所有来世 此丑必报 我沐云 缺人重生了 你假使你与我成婚 难道就是我的姐姐杀我 这么想来 她拿兄长浩然天地 表面与我君臣相称 其实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亏我还将她二人视为至极 待我重返天地领域 是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若要报仇 靠这个身体 怕是困难重重 其中 此人与我同名同姓 但他毫无修炼天赋 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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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天赋这么差 居然还是个家主 也好 这样 未来形势就方便多了 叔 出什么事了 金家上门提亲 要我们穆家 把修炼天赋极高的五小姐 嫁给他们家的傻儿子 金家实在是欺人太甚 老家主刚出了意外 他们就上门来找麻烦了 唉 少家主还年少 不成气候 穆家怎么可能 斗得过金家呀 你们说代家主 会答应金家的要求吗 穆长老 现在穆家的事情 应该是你说了算吧 你看你们穆家五小姐 和我二弟金城园的婚事 是不是可以定下来了 不过是小辈无能 我穆江纯 天为穆家的执法长老 代为执掌家主之职罢了 既然如此 这份婚约还得由穆兄来做主 只要你点个头 以后金家和穆家 就是一家人了 当年同为凤云城四大家族 如今我穆家 居然要沦落到 看金家的脸色了 大伯 我不会和他定亲的 穆兄 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施情小姐 看不上我们二少爷 抑或 看不起我们金家 不好 穆施情 你放肆 这里是一石大堂 岂容你一个小辈 胡乱插嘴 大伯 秦儿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傻子的 死也不肯嫁 傻子 我二弟堂堂金家次子 哪一点配不上你这树出的小丫头 金家次子 很了不起吗 金城轩 你这口气 真是大得可以 穆元 我当是谁 这不是穆家 大名鼎鼎的废物家主 听说你搜在家里 很久没有出来见人了 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吹出来了 怎么回事 这丝的眼神 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穆兄 我记得穆元虽是新任家主 但他能力有限 负责打理家族事务的 一直都是穆兄你吧 是 穆元 你怎么出来了 代家主 你见到我这个家主 你很轻訝吗 穆 家主说的哪里话 你身体欠家 还是回去静养 不要出来走动才对 代家主 你可以下去了 穆元 你 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别人欺上门来 你却只会窝里横 家主这个位子 你配得上吗 穆元 不得穆无尊长 我可是你大伯 大伯 说没有你 恐怕我也未必会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吧 难道 他都知道了 看来 谁 谁容你不得了 索性 离不住 二不休 灭了你这废物 什么 穆江纯虽然不是什么高手 但也是绝灵境的强者 做得好 穆元就这么多调了 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是同为绝灵境的强者 也无法躲闪 穆元一个废物 如何能避过致命一击 想不到 我的妙环界缘部居然还能用 刚才的关键时刻 身体里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涌了出来 那力量 那力量 可恶 事已至此 脑子更留你不得 穆江纯 给我住手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家主下手 当我们几个老东西不存在吗 江纯不敢 穆元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不愧是我穆家敌传一脉 既然家主来了 穆江纯自然应该主动让位 交还一应事务 金家的请求 就劳烦家主亲自处理吧 求之不得 穆少家主重掌大权 真是可喜可贺 二少爷的婚约 就请新任穆家主来确认吧 若是老家主还在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形势比人强 不知道穆元会如何应对 穆元哥哥不要钱 五妹放心 就凭你这一生穆元哥哥 我也不会签什么老十字的婚约 送客 再见 穆元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处境了 欠你赶紧签了婚约 给你们穆家找个靠山 以后也能在凤云城苟活下去 找个靠山 不必了 有我穆元在 谁也别想打我穆家的主意 穆元 你们穆家日渐示威 和金家翻脸的话 只怕不出半年 穆家就会在凤云城彻底消失 唉 想我穆元 当年威慑四方 何能威风 到底造了什么孽 你居然在这儿跟一群傻子纠缠 哼 看那废物的表情果然是怕了 待我再吓唬吓唬她 事情就成了 穆元 我代表金家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吵死了 你 你竟敢 我竟敢啥 大少爷 打得好 打得好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居然 没有看清他的动作 他竟然敢打金家少家主 这废物怎么变化这么大 穆元 你优胆再打一下试试 我 我竟敢不会放过你的 求打 别打了 穆元 放开我家大少爷 什么 打得好 揍他 揍他 二少爷 今天似乎不该带你来的 回来的 千人坚持也能用 可惜这身体太弱 几乎发挥不出什么杀伤力 既然二位不肯自己走 只能我送二位一城了 哎呀 少爷 慢点 警示之主 我一定会千倍百倍 向你逃回来 月之内 和穆家 世上永远消失 啊 随便随便 你开心就好 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穆元 你就是这样当家主的吗 得罪了金家 今后穆家 要如何在凤云城立足呢 就算不答应婚约 也不该侮辱金家大少爷呀 哎 家主的处断确实莽撞了 大长老 你怎么看 我认为家主此举十分正确 金家欺人太甚 如果我们一再退让 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 看来穆家还是有明白人的 今日家主行事果决 养我穆家升威 不如趁这个机会 再给大家说几句吧 现在的穆家人心涣散 就算没有金家 恐怕也不长久 罢了 既然我已经开始掌权 索性先做个战前动员 大家听好 本家主向大家承诺 从今往后 穆家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欺凌 谁敢挑衅穆家 下场只有一个字 死 你怎么会变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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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摆脱那些家伙了 刚才在大唐动手的时候 就觉得体内有种奇怪的力量 赶紧用内饰之法 看看是什么情况 等等 那是 我当年的配剑赤猴 怎么会在我的泄海当中 那是我当年独闯赤猴魔功取得的神兵 可以化为剑气 收在体内 没想到 他与我一起重生了 可是看样子 赤猴似乎破损得很严重 不知道 这 这是 难道这就是我的气海内部 没想到离近了看 赤猴居然这么大 剑身已经破得不成样子 不过周围 隐约有阵阵混乱的气流 说起来 到时候我经脉中的气息颇为相似 另外 周围这些碎片 也许能帮助赤猴复原 试试看 越来越即使操控碎片收复之后 随便可以修复之后 修复一道缺口 便会有一道力量冲击我的经脉 虽然痛苦难忍 但这道力量 也让我体内的气息顺畅了一些 不过 只是修复那一小块碎片 就耗尽了我浑身的力气 要想把那千千万万的碎片 尽数复原 还不得花个几百年 唉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加速修复的 可恶 慕原这个小碑 尽看灯众让我难堪 慕姐那个老东西 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居然一心维护慕原 这样下去 今后慕家 火腹难料啊 我在慕家多年经营的心血 岂能拱手让人 慕原 是你逼我的 慕家 亲家 这个偏远小城的家族 居然自称什么四大家族 那就让我看看 家族里有什么好东西吧 家族 地上两层都是寻常的金石珠玉 自画器 这里都是些低等神兵 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上一任家族 也就是这个慕原的父亲 之前带家族精英前去 绞杀一波凶童 不了遭受埋伏 全军覆没 他们的装备都是家族最好的收藏 可惜再也找不回来了 慕原哥哥 五妹 你也来挑选法宝吗 五妹因为天赋出众 才被允许进入宝库 可惜慕江纯拿住了他数出的身份 处处压制 不是 我来跟桓公法秘籍 上次借了这一本 不过 可能是我太笨了 感觉有些摸不着门道 哦 你看看 五妹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武灵吗 这个世界的人修炼 都是依靠自身武灵的决心 武灵有气息凝结而成 美人只有一个 虽然情态乐意 但初始都是兵器的样子 然后 逐渐化出人形 不知道五妹的武灵是什么 哦 出现了 嗯 是一柄剑啊 难怪你拿了这本清流宝路 我的武灵成形之后 就再没有发生过变化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凝结出人形 走吧 我陪你去下一层 找找合适的功法 哎 这里都是些低级的功法 打打基础还行 还想更进一步的话 效果就差得很了 嗯 哎 也罢 我当年掌握了那么多的功法 就拿出来让五妹修炼吧 不过 在此之前 哦 墓远哥哥 这是 这两本功法 你先拿回去修炼 过段时间 我再帮你找更高阶的功法 可这两本 好像都不是剑法的秘籍啊 你不用担心 按我说的方法修炼就好 保证一个月内 就能见到效果 凤云城地处偏远 修炼的方式也比较落后 还不明白功法之间 相辅相成的道理 这一本刀法 一本拳法 正是弥补五妹武灵的不足 五妹若能成为强者 我墓家亲厚的路 也会好走许多 接下来 咱们再去财务堂走一趟 给你领一些氧气培元的丹药 可我这个月的份额 已经领过了 你之后的修炼 需要丹药进行辅助 量少了不够用 肯定是要多领一些的 谢谢沐原哥哥 用力点 没吃饭吗 是 有人吗 谁啊 大呼小叫的 呦 是家主大人大驾光临啊 有事远迎还望恕罪 这沐海 是沐江纯的侄儿 被他蓄意安排掌管沐家的财物 跳梁小丑般的人 改天找时间把他打发了吧 咱们这里有什么修炼用的丹药 拿出来我看一下 没有 什么 家主怕是当甩手掌柜当惯了 不知道持家的困难 修炼用的丹药金贵无比 咱们除了每月固定的支取 一颗富裕的都剩不下 你这就是对家主的态度 你 你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财务堂的堂主 滚出去 你 你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财务堂的堂主 滚出去 你敢打我 我可是知法长老呢 打的就是你 孟元 你被轻人探身 哪个长老有意义 让他来找我 首领大人 杀掉牧远的事情 还要请您多费心了 解决掉老子 又冒出个儿子 你家长老想当个家主 就这么难吗 其实这次只是个意外 不过长老不便亲自出手 所以要请首领相助 也罢 送福送到西 你家长老的委托 我接了 是谁 属下在 接着 这是 这是他老子的配件 用老子的剑去杀儿子 想想都觉得有趣啊 这么多天过去 体内的气息终于顺畅了一些 可赤猴只勉强修复了六七处缺口 按照这个进度 光是突破通脉境 可能都得花费个十年八年 这也太慢了 得想想办法 哪儿来的水 什么 有嫡系 可恶 水为至柔之物 对他 任何攻击都无效 谁以后 找到你了 拿命来吧 不好 下去吧 本以为你就是个没头卖的废物 没想到居然还有点实力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这把剑 你认出来了 这可是你爹的配件 难道说上一任家主事 没错 也是死于我们手下 今天我就用这把剑 送你去见你老子 以血肉来抗衡离刃 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如今也越少 能以精准的判断 和灵巧的手法 出其不意夺取对方冰刃 这却身体 根本发挥不出 扶行猎人手的作用 你心虎成生一死 却死在无名小卒的手里 别挣扎了 乖乖受死吧 你怎么自己往里头了 撞不住 怎么回事 不管了 反正你一样是死 哪来的小丫头 坏我好事 你是什么人 烧死吧 绝灵境 这小丫头居然是绝灵境 真是要感谢这位杀手兄 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刚才那把剑刺入我体内 便被赤猴感硬到 赤猴将它吸入 修复了自身的一道缺口 从此以来 加快赤猴的修复 也有办法了 沐原哥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五妹 你怎么来了 小妹按照沐原哥哥说的方法修炼 今天果然突破了痛迈境 原本是特意来感谢沐原哥哥的 九岁达到绝灵境 五妹 你果然前途无限 从此 我沐家又多了一份不容小觑的力量 家主 家主 发生什么事了 家中进了刺客 看样子是专门冲我而来 什么 好了 难道真的是他 找上沐江纯将妻儿送走 说是回娘家省亲 现在看来 倒是提前做好了逃跑的打算了 这个沐江纯竟然做出如此够的 简直是胆大包天 不止如此 那个杀手还透露给我一个信息 上一任家主 我的父亲 还有家族的那些精英 都是被他们害死的 什么 啥 彻底的惨 沐江纯勾结外敌 谋权篡位 绝对不能放过他 刺客怎么会失手呢 这回怕是被沐江纯那丝坑惨了 沐江纯我倒不太担心 不过正好这次机会 将家族上下整齿一番 以后我管理起来 也少了许多彻招 行了 大长老留一下 其他人都散去 不知家主 还有何事要吩咐老朽 先前老家主意外深固 族中的神兵利器 流失十分严重 如今我开始修炼 打算选几件神兵利器 大长老可知道去哪里找 神兵利器 那自然是去猎云集中部的公家 只说公家是豪门大主 他们家的铺子 偶尔会有些稀罕物件 这剑 好像还是差了一点 连我公家铸造的神兵 都入不了你的法眼吗 小子 你难不成是专门来找 这公家的店面挺气盘 说不定里头 真有些好东西 这些剑的品级倒是不算低 可惜都不如我吞噬的那一柄孤问 与赤吼之间完全没有感应 小二哥 还有其他的吗 赵爷 您挑了半天都不满意吗 客官稍等 我去去就来 唉 不是我挑三拣四 实在是那位赤吼大爷难伺候啊 这 这如何使得 我说使得 自然使得 你不必多言 按我说的话做就是了 客官 您看这柄剑如何 好像 还是差那么一点 连我公家铸造的神兵都入不了你的法眼吗 小子 你难不成是专门来找事的 你是谁 你又是谁 这把剑是本小姐的配件 货真价实的神兵利器 连我的剑都入不了你的法眼 我看你根本是来捣乱的 这把剑的确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只是实话实说 有什么问题吗 看剑 小姐 好霸道的力量 现在的女孩子 都这样的吗 本以为你是什么强者 结果躲这么几下 就累得气喘吁吁了 哼 你不过就是一个力气大点的 巨力怪鹰而已 神气什么 巨力怪鹰 你曾经巨力怪鹰 看他起码达到了第三层脆体精 就算我恢复了一条经脉 也和他耗不起 不过我已经找到你的破绽了 怎么可能 我的力量被转移了 一点切力用力的巧招 果然有效果 好了到此为止吧 告辞 等一下 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凤云城牧家 牧原 哥哥 我的胸位又静静了 多亏了哥哥给我的丹药 那些丹药可是我花了大价钱 从猎云集买回来的 对你修炼最是有效 谢谢哥哥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 因为 带你修炼至第四层的宁气精 便可以显化武林了 到时 战力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嗯 对了哥哥 你怎么样 修炼 家主 家主 三大师家的少爷和城主 共同登门 说是有要事与家主商议 哦 这群人来找我 到底稀罕 去看看 这墓园好大的架子 居然让咱们在这等他 呵呵 他怕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还以为穆家和以前一样风光呢 呵呵 诸位诸位 请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 稍安勿躁 顾城主 恐怕不给你面子的不是我 而是穆家家主吧 城主大人 恕我多言 这次的事情 明明有我们三家就可以完成 干嘛非要捎带上穆家 呃 这 这 哦 莫非金陈轩 你有所不满 啊 看来是我上次招待你 招待的还不够啊 你 金少爷 消消气 消消气 这城主虽说是官家委派的 但治理一方 也只能依靠有势力的大家族 低声下气的像条狗 说吧 你们有什么事 呃 是这样的 有一位京城神兵世家的大小姐 要在附近的烈云山狩猎 希望四大家族 一起出人 护佑小姐周全 呃 所以 没兴趣 什么 顾城主 你今天带着三大家族一起来 说明这件事 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 而唯独沐家丝毫不知 也就是说 这件事本来是将我沐家排除在外的 我说的没错吧 呃 这 既然诸位本来就不把沐家放在眼里 又何必再来 送客 沐家主 等等 沐远之思居然拒绝了 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 那可是公家 是 他自己不去 到正合我们的心意 沐家主连我公家的面子都不给吗 嗯 沐家主是不打算给我公家一个面子吗 公小姐 您怎么亲自来了 我若不来 你们怕是请不出沐家主吧 呃 这 沐家主 他们三家将沐家排除在外的事情 我不知晓 反而 是我要求必须由沐家贴身护卫我左右的 什么 呃 确实如此 难怪陈主这么坚持 原来是公家亲自要求的 这 这沐远什么时候搭上公家的 不知沐家主 可否伤怜 公家大小姐愿意让沐家护卫是沐家的荣性 你还 老头闭嘴 虽然我长得比较成熟 但我才十八岁啊 公小姐 沐家刚刚遭逢变故 拿不出太多人手 是吗 那我便不强求沐家主了 而且 选择和侍候共鸣 这公小姐 显然是有备而来 到底打得什么主意 公小姐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代表沐家 担任护卫 不知公小姐意下如何 那便有劳沐家主了 是公家小姐抽的什么疯 这么看重沐远那家伙 怕是看上了沐远 打算养她当男宠吧 不管什么原因 绝不能让公家和沐家排上任何关系 这对我们三家都不利 那我们怎么办 沐远是公小姐清点的护卫 明天肯定跟在公小姐身边 咱们要想个办法 最好让她有去无回 明兄 你是我们中智谋最高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反正沐家 只有沐远一个人担任护卫 势单力薄 没什么好担心的 你们听我安排 明天找个机会 将她除掉就是了 明日 你们便这样 是 公小姐 我有个疑问 哦 我们这列云山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这对让您心事动众 一定要从京城跑来狩猎 擎风交 凤云城地处偏远 而列云山地 位于凤云城之本 其中有许多珍稀的妖兽 擎风交的铃盒 正是我强化武灵 所需要的材料 凤云城周围 的确有许多妖兽 也是因为受到妖兽的威胁 凤云城的发展才受限 小明 小明 别那么叫我 你的计划 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 公小姐 什么事 列云山脉地域广大 停风交又是罕见的妖兽 行踪隐秘 不如我们四大家族 每家一个方向分头搜寻 这样更有效率 嗯 可以 明公子 这样的安排真的不要紧吗 毕竟咱们的职责是护卫公小姐 万一出了什么差池 牧远固然难辞其救 但咱们必定也会受到牵连 一个都跑不了 以公小姐的身手 称到咱们救援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牧远嘛 身负护卫之责 本领确实不计 你猜结果会怎么样 公小姐为什么非要选我贴身护卫呢 因为我见识过你的实力 哦 我还以为 以为我败给你 就打算借机报复 你觉得我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吗 哈哈 没有没有 公小姐心胸开阔 自然不会做这种事了 哼 上次你来我公家砸场子 我一直耿耿于怀 说好的心胸开阔呢 这把剑是我特地托人从公家带来的 你看看如何 果然是把好剑 若你这次护卫的周全 它便是你的报仇 太好了 只要用那把剑融入赤好 我就能再恢复一条经脉 这鸟是 是乌环霄 一种凶猛的妖兽 数量少的时候威胁不大 只有数量多的时候 才比较危险 可这是北方的妖兽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怪我从来没听说过 本地还有这种妖兽 什么 不好 这座山上都是 我在北方也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乌环霄 这里怎么会 小心 再多也是一样 小心后面 多谢 我之前和你交手就发现了 你的修炼方式绝对有问题 什么 你 那就是 交吗 没错 无欢笑攻击性非常强 看来是惹到不该惹的了 不过正好给我们解围了 先去树林里避雨吧 去看看 好奇怪的味道 翁小姐 乌环霄是靠什么辨别猎物的 主要靠袖子 这人就在我们附近 却一直没有被乌环霄攻击 看来 是先前在身上 涂了掩盖气味的药剂 刚刚停风交不语 药剂的气味被洗去 所以他才被发现 提前涂药 看来这人早就知道 这山上会有乌环霄 乌环霄本不属于此地 他提前知道 说明 乌环霄就是此人的同伙放射的 龚小姐 你有什么仇家吗 我这次出门非常机密 有仇家也不会知道 如果不是冲着龚小姐来的 那就是 看来 乌环霄被解决得差不多了 不过这些鸟 正好让我们知道了 那条龙的位置 因祸得福 我们这就通知那三家过来吧 不用 我一个人来帮你收服蛟龙 可恶 这羽把我刚换的衣服 都淋湿透了 还不是那公家小姐 非要招惹什么龙 少爷 都穿上衣服 准备上山 上山 可那龙 不是说只要待在山下就可以了吗 情况有变 这附近 已经没有活着的乌环霄了 看来 亭丰娇的巢穴就在这附近了 亭丰娇居于树木之上 因其身形巨大 又会兴风不语 所以亭丰娇所居住的树木 会十分粗壮茂盛 对刚刚亭丰娇现出的身形大小 怕是这座山 都不够他住的吧 亭丰娇可大可小 显现方才那么大的身形 是十分耗力的 嗯 龙小姐 你看 这里的树木 比刚才经过的地方更细了 你刚刚说 亭丰娇居住的树木 会十分巨大 说明那棵树 一定汲取了周围大部分营养 会压制其他树木的生长 所以树越来越细的地方 就是亭丰娇的所在地 原来如此 停 龙小姐 你的招式威力巨大 能否在地上开个洞 哦 好的 好粗壮的树根 看来已经不远了 你 我听说你自小都待在凤银城里 怎么会对狩猎神兽这么熟悉 我 我在家中的书上看到的了 总不能告诉他 我有前世的经验吧 果然 我没有看错 停封将护家意识十分强烈 不如 也就是说 没错 在这里破坏他的树木 逼他险身 所谓打 金蛇 小心 要来了 好强 不愧是龙行妖兽 经历了之前的消耗 还有这么大力气吗 看来要得到你的灵树 要费一些力气了 我来助你 你牵着剑指 这么大的个头 胆子却这么小 不要掉以轻心 停封将对于入侵者 不会善罢甘休 好大的树啊 看来 这就是停封将的居所了 没看到他的踪影 看来 他没有逃回来 不 停封将不会轻易放弃居所 他一定还在附近 不 停封将不会轻易放弃居所 他一定还在附近 什么 小心 这触手居然缩小了搞偷袭 可恶 还是让他跑了 公小姐 嗯 我刚刚就说了 你的修炼方法有问题 现在正好趁机告诉你 你的修炼方式 是不是一直在追求 威力霸道的大招式 那是因为我的武灵 你既然要用蛟龙内丹 作为修炼材料 说明你的武灵和龙有关 所以你以为 龙就要刚猛霸道吧 但你错了 龙能大能小 能生能义 就像刚刚停封将 既可以腾云驾雾 也可以缩小偷袭 你的招式大开大合 但却不注意细节 所以刚刚 没有命中细小的停封将 我 我是因为 什么人 是我 明家少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哦 我在山下看到蛟龙现身 联盟带着护卫们赶来了 你们要小心 那蛟龙就潜伏在这附近 是停封蛟 现身了 龙小姐 我们先躲一下 为什么 你们 就先当一下诱饵吧 保护少爷 龙小姐 我现在 就教你正确的修炼方法 你看好了 少爷 快跑 已经 跑不掉了 死 死了 母兄 方才多谢你救我 若不是你出手 恐怕我已经死在这涅龙口下了 不必谢 明兄来得也很及时啊 若不是你们赶到 我也未必能解决那条龙 牧远这家伙不对劲啊 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厉害 对了 明兄 刚才你们在上山的途中 可曾遭遇一种黑色怪鸟的袭击 牧兄说的是乌环霄吧 的确遇到了几只 不过都被我们解决了 哦 明兄居然认他 啊 牧兄有所不知 家母就是北方人士 所以我也常去那边 多少了解一些 没想到我特地引来的乌环霄 居然没能干掉牧远 还好我计划缜密 不会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 公小姐 那个东西还在吗 嗯 已经收好了 回去仔细检查一下 肯定能揪出幕后黑手 牧兄 你们在说什么 刚刚在山腰上 有一人涂了掩盖气味的药 跟踪我和公小姐 小明 混蛋 这两个蠢货早不来晚不来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 我们嘱咐过底下的人 不要携带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 牧远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你们这群人 公小姐刚刚遇到危险不见人影 现在事情解决了 你们倒出来了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嗯 那个 走吧 我们回去 莫远这家伙 居然还活着 计划失败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回去再详细解释 果然不出我所料 听说我们手里有线索 某些人坐不住了 英 英雄绕命 我就是个过路的毛贼 打算从府上摔点东西 撒谎 我不会要你的命 但是像刚才那样 让你痛彻骨髓 生不如死 还是能做到的 你是想受活罪 还是死罪呢 这 冰公伤 你的手下已经全招了 这 冰公伤 你的手下已经全招了 你还有何话讲 想不到一件并不存在的证物 就让你露出马脚来 是你自己全招了 还是让我亲手撬开你的嘴 公 公小姐 你听我解释 我们明家一直在做 妖兽贩卖的生意 这乌桓梢只吃肉 不吃灵河 我们一直用棋来猎杀妖兽 那为何知道我要上山狩猎 还不回收乌桓梢 公小姐昨天突然要到 猎云山狩猎 但这么多乌桓梢 一天晚上可回收不晚 所以 所以你就一声不吭的 把我和公小姐当成口粮 送到你家鸟的嘴下 没有 我之所以派人跟着 便是担心二位遇袭 公小姐 虽然此事由我脱不开干系 但明宫商对天发誓 绝不敢有半分害人之心 更不会传到 牵连整个明家 跪下 我先信了你的话 但你让我和沐家主身陷危境 一样要受罚 公家的罚 待我回禀家主后再决定 沐家的罚 就交给沐家主了 多 多谢公小姐了 哼 收眼 记住了 若再想失什么阴谋诡计 就先想想你现在的模样 墓园 这个墓园太嚣张了 傍上个公小姐 怕是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些废话说了有什么用 那后面怎么样了 我这一关还没有过去 那公小姐临走前说 她回公家后再决定散发 如果让公家出手 我们三家都顶不住 不如 嗯 啊 你要对公小姐出手 疯了 那样可是会彻底的得罪公家 没关系 只要我们叫货给沐远那个叫货 便可以一石二鸟了 可如何嫁祸沐远 要知道我们已经失败一次了 此事 得从长计 已经两个时辰了 还未结束 这就是 这就是我的物理 我已经彻底吸收 甜蜂胶的灵魂 突破至宁气境了 青龙艳月刀的武力 难怪力量如此霸道 而且才十几岁 就达到宁气境 即便是整个大陆上 也称得上是天才了 呢 这是之前说好的报酬 终于 说起来 你明明之前是空手战斗的 为什么却对剑的品质 要求这么高 我需要剑并不是用来当武器 而是和你狩猎蛟龙一样 用来修炼武灵 好 用剑为材料修炼武灵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等我也修炼这宁气境 就展示给你看 一言为定 沐远哥哥 你还有妹妹 不错 这是我舞妹 名叫施晴 舞妹 你有什么事 我娘亲来了 嗯 娘 施晴 娘 我好想你 施晴 你过得还好吗 这妇人 便是五妹的母亲 文氏 家主 文一请起 妹妹 你早已被他们逐出了木家 哪里用得着给她行李 你是谁 这位是我的兄长 文心 文一和令兄来 是为了看望施晴吗 当然不是 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件事 接走木施晴 什么 当年木家老家主暴毙后 木家便将包括我妹妹在内的世界 全部驱逐 而我听说木家 对施晴也处处打压 不给他修炼资源 前不久还打算把他外嫁给一个傻子 木将纯那家伙 还留下了这种烂摊子 不是的 施晴 木家如此对待施晴 我文心看不过去 施晴要 木家如此对待施晴 我文心看不过去 施晴要接到我们文家来养 文先生 你一方豪言看似关心五妹 但你踏入木家门后 就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 更没有问过他一句话 文一 你为什么阻止五妹说话 不 我 我是 五妹 你想说什么 就说吧 嗯 木源哥哥对我可好了 他用自己买神兵的钱 为我买修炼丹药 还给我功法秘笈 帮我突破 我不想离开木源哥哥 你 文一 我是不会同意让五妹离开我身边的 既然你思念五妹 不如回到木家 如今我已执掌木家 定向带生母般带你 这 真的吗 不可能 木事情必须回到我们文家 既然如此 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送客 可恶啊 兄者 事情不愿意走 不如算了吧 不行 文家现在虽然有了落脚点 但想继续兴旺 没有修饰绝对不可能 牧师情是唯一的希望 必须争取过来 少爷 有人求见 明少爷 原来是文先生 不知去木家一行 结果如何 别提了 明少爷 你先前给我提到 木家虐待牧师情是真的吗 怎么 我们商业合作这么久 你还不相信我的话 不 不是 只是那牧师情 一副亲近 木家主的样子 完全拒绝了 我和他娘 这 你可真是糊涂 牧师情现在 不过是个小孩 哪有什么主见 那牧远 在凤云城 是出了名的 他想要控制一个小孩 再简单不过了 即便牧师情 不想离开 难道文先生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可是 文先生 你可别忘了 此行真正的目的 明少爷说得对 我这就回去再想办法 居然直接修复了首少阴心经 加上上次 修复的首少阳三交警 已经通畅了两条青麦 以后要好好想办法 再从公小姐那儿 搞七把好剑 嗯 孟远哥哥 你睡了吗 我没 这么晚来找我 是修炼上 有什么不懂吗 不是 娘亲刚刚又来了 他们还是不死心 要带你走吗 不是 娘亲这次 只是希望我可以 跟着他回文家一趟 舅舅最近接了一单大生意 已经在京城安家了 而我自小在沐家长大 外公外婆甚至都没见过我 他希望我能去拜见一季 尽份孝心 孟远哥哥 你想去吗 嗯 唉 那好吧 就让你去一次 真的 看你样子这么纠结 我怎么舍得不让你去呢 你孟远哥哥最好了 我这就去准备一下 娘亲 终于来了 只要把他带回去 回不回沐家 就由不得他做决定了 对了 我正好有一位朋友 也想同行 哦 是谁 京城神兵世家的 龚羽兰小姐 不知文先生 允许吗 神兵世家 一旦搭上他们家 那无论是做生意 还是修行 就都不愁了 沐家主说的哪里话 我们都是一家人 您的朋友要同行 我怎么会拒绝呢 一切就拜托你了 你倒是想的周全 借我公家之事给他们施压 没办法 文心肯定不会轻易放五妹回来 我在京城 一切就拜托你了 你倒是想的周全 借我公家之事给他们施压 没办法 文心肯定不会轻易放五妹回来 我在京城 能拜托的也只有你了 那你可欠我一份人情了 好说 龚小姐以后有什么难处 我沐远 定当两肋插刀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娘 我们要走多久啊 大概需要 差不多需要三天路程 这么快吗 我还以为路程很长 凤云城未处深山 故而偏僻 但距离与京城并不远 这样啊 这个龚小姐 是个贵人 你一定要和她拉近关系 龚小姐 听说您是了不起的修行天才 以后若是有机会 我家石琴 还请您多多指点了 说到娇人 沐远比我更在行 事情在沐家 本身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 怎么回事 前面 前面突然砸下一块大石头 把我们拦住了 怎么会有落石呢 杀 劫 劫 怎么回事 你们在车里 千万别出来 这人直接出手杀人 他们不是普通的劫匪 你快带事情离开 是是是 想跑 没门 您气敬 别以为我小就好欺负 龚姐姐 我跟你一起对付他们 好 但注意保护好你娘 上面还有 小心 公姐姐 这些人分明是有备而来 颤抖下去对我们不利 只有找机会撤退 什么 娘亲 娘亲 你怎么样 本一位杀手们就可以了结你 看来 还是需要我亲自出手啊 什么人 这是 武灵化形 娘 放弃抵抗 我还能让你们死得好看点 居然是人形武灵 这个人的修为比我还高 灵气静时 武灵才能显现 并用于战斗 而要化成人形 则至少需要巨猿镜 巨猿与宁气之间差了一个境界 只怕胜算不大 除非 我 哦 居然还想反抗 就凭你 完全不是我拒锤灵关的对手 什么 虽然敌人的武灵比我强大 但也不是无计可乘 巨猿释放出的武灵 有时间限制 并不能一直存在 只要拖住它 我们未尝不能脱身 给我拦住它 公姐姐 没事 我们已经冲出来了 多亏木远之前的指点 我才能想到自己的武灵 有别的用法 否则的话 或许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 这么多人 连个娘们都留不住 也全废物 你还好吗 勉强还能战斗 你不需要战斗 你现在朝着那个方向逃跑 不要回头 逃跑 那公姐姐你呢 我朝相反的方向逃跑 如果我们一起迟早要被追上 我明白了 那公姐姐你也保重 事情现在应该已经与我拉开了距离 只要再为它拖延一会儿 看你还往哪儿跑 跑 那就去死吧 龙能显能矣 能细能聚 能短能长 春分登天 秋分浅渊 所以 绝对不要拘泥于龙的力量 一个大小姐 却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 跑我那儿去了 你以为这种程度的偷袭 能对我且孝 当然不会 但我也没有指望偷袭战胜你 什么 乾隆在渊 都是脚碎 打他个出其不意 不 给我杀 混蛋 竟敢暗算我 又是这招 已经对我没用了 时间够了 本小姐不陪你玩了 我都有看看 你能不能一直躲在水里不出来 来人 给我言和不空 是 怎么办 怎么办 顾城主 穆家主 您可来了 你说有骑士要见我 发生了什么 文家一行人遭遇了袭击 车队的人都被杀了 什么 那我妩媚 还有公小姐怎么样 被杀的人中 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尸体 暂时生死不明 可恶 到底是谁做的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谁做的 这不是很显而易见吗 是你 穆江纯 你居然有胆子回来 穆家出了贼子 我这个长老 自然要回来清理门户 清正家风 你什么意思 杰池公小姐 杀害文家一行人的 就是你 穆元 穆长老 您说这话可有依据 吴省主 我对穆家的事 可是一清二楚 这穆元天生废物 心胸狭隘 总是担心 自己家主的位置 被人抢去 所以对我们这样的亲族 各种打压 对天赋出众的穆师行 嫉妒得很 而这次文家前来 要接走穆师行 穆元这次不想穆师行 脱离自己的掌控 所以便心生怨恨 穆江纯 你一个阴谋败露 逃出穆家的败类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大放厥词 我被你陷害 不得不离开穆家散毙 没想到你胆大包天 尽做出这等事情 甚至把龚小姐 也一并卷进来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穆家主是想杀人灭口 多谢龚云七家主 他就是龚云兰的父亲 龚家家主 龚家主 在下有失远迎 还请 闲话少说 我女儿的安危才是大事 顾城主 你就这么放人嫌犯 伤及证人 嫌犯 公前辈 您难道仅凭一个出逃之人 毫无证据的话 便要认定我是罪人 我自然不会仅凭话语 定人之罪 承上来 是 方才我已命人 搜查过一遍穆家 公前辈 我也请我允许便擅自搜查 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非常实行非常事 谁知道你会不会提前做什么手脚 这个 就是证据 这是我女儿先前向我索要的神兵 如今只剩下一柄剑鞘 穆家主 这东西为何会在你这儿 龚家主 这把剑 是你女儿赠送给我的 赠送 笑话 想必你也清除这把神兵的价值 兰儿怎么会随意送给一个非清非故的人呢 胡元 陪我老实交代 好